政治焦点来关注的是 民进党在双北市长选战的布局 被资深媒体人周玉扣爆料 台北市将派卫副部长陈时中 而新北则是会派平东县长潘孟安出征 当中央部回应这篇爆料 潘孟安说现在以市这个县政为重 陈时中就说了 这个问题有机会再回答 乍听之下两个人的回答都没有否认 而行政院发言人则表示 短期之内没有内阁异动的规划 但也没有说陈时中会不会异动 一旦选及 国内的疫情一定会逐渐的往下 指挥官陈时中出席行政院会 院长苏贞昌特别提到 指挥中心成立已经900天 这两年多的辛劳 现在是否要转换跑道 资深媒体人周玉扣爆料 说民进党在北市确定要派陈时中出站 好 那个问题我们就有机会再回答了 陈时中四两拨千斤 没证实也没有否认 同样被点名的还有屏东五星县长潘孟安 将代表绿营参选新北 我目前还是宪政的一拨 任期还没届满 潘孟安当然是宪政为重 只是两人的回答其实都没直接否认 陈时中到底会不会接受征召而请辞 政院的态度似乎雨带玄机 没有听说短期内内阁会调整 也没有这样的讨论 所以陈时中不会移动吗 我也没讲会不会移动 今天的这种讯息的话 我们看看就好了 被点名游望福政 接任卫福部长的次长薛瑞源 也强调做好本物 只是如果按照这个剧本来提名 那积极争取参选台北市长的林家龙 似乎岌岌可危 他更深陷网传的黑龙计划 林家龙也不忍了 委托律师提告 针对匿名的这个传播不实讯息 假讯息的爆料者呢 提起刑事的告诉我 被问到是不是同党操歌 林家龙团队没有多做猜想 绿营在双北的最后答案 最快在下周三终植会 最慢17号全代会前 就会揭晓底牌 记者林社区黄卫财 台北报道